平川说的一定天天聊不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本场对抗由人祖大战亡灵 简称人鬼大战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EI回音群岛 又是一较比较小的EVE地图 出生在地图左边是蓝色的人祖 中ID叫玩魔兽养猪 这就是FQQ大Q神 取的名字也那么的骚气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边 一名红色的亡灵ID叫蚂蚁 好像仓木蚂蚁很有名是不是 好我们看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那FQQ这一边是先造兵营 后造吉他 有可能是选择中立开 当然也有可能会选择本族英雄 一般打亡灵 他可能选本族英雄 选这个圣骑士也会出来的比较晚 好我们看一下亡灵这边一个开局 亡灵这边的话 首发的是DK 死亡骑士 坟场放下 又是一个科技蜘蛛流 好那接下来 科技蜘蛛流打FQQ好像没有多大的优势 如果狗流的话操作好 前期可以给他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博弈了 人族派一个步兵去侦查一下 亡灵同样派一个尸身来侦查一下 偷偷看一下对方的一个开局 看看有没有什么策略可以针对一下对方 好小尸身吭吱吭吱被小步兵打了一拳挨了一重拳 第二个步兵又过来搞水了 这个小尸身真的是多灾多难 过来一看 人族祭坛居然厚造 难道要选择中立开 这个时候亡灵满脑子里都是问号 这个时候亡灵家里的话 在捕小狗 第二个通灵打没有放 DK走出祭坛 上来直接买个库洛棒 选择练一下旁边的小点吗 在这里找小动物找了半天没找着吗 刚才小尸身留下来一个可以 这边DK找好骷髅之后 没有在家门口练 而是去外面 看看能不能针对一下对方 小尸身来酒馆一看 看看人族会选择哪一个英雄 但FQQ又开始选择本族英雄了 圣骑士出来的比较晚 出来的时候步兵的数量也比较多 到时候可以直接练一些比较大的点 哇DK这么的好放 见面就一发黑 管你血量多不多 然后继续追杀一下 现在DK的想法就是把对方从酒馆旁边赶跑 不让对方买英雄 但其实看到这个小步兵吭吱吭吱跑 应该意识到对方还会选择自己本座英雄 好亡灵一看 居然你不出英雄 那我赶紧升本 我速科技的一个打法 好我们看一下FQQ家里 先升个塔 英雄出来 这个时候已经五个步兵了 五个步兵可以直接整一个大点 明兵一敲 那是练一下这个雇佣兵吗 练完之后升级师可以直接到二买个黄皮 还可以驱散一下对方的一个小骷髅 好这里人族过来 哎民兵民兵 刚才是编了一下队啊 但没有拉出来 还是找机会坑吱坑吱 找一个小角落慢慢练 现在DK满地图找人族啊 没找着 这边升好顶盾 顶盾之后可以练大点A 看到一个小尸身 有没有一个神光把它带走 没有 双方都没有反应过来 DK继续招骷髅 练一下旁边的小点 人族还在补步兵 过来的话 哇真的是舍尽求远啊 练对方的一个小鱼人 小尸身随时侦查 看看人族会不会双线 开一个分框 人族家里暂时还没有生本啊 还在补人口 人口方面 现在人族30人口 王林的话是23人口 人族前期步兵数量有点多 圣骑士的蓝 用的还是蛮勤奋的啊 这里步兵5个 另外一边的话 王林蜘蛛已经到达前线了 先把人族这个点给练掉 哇打了一个加武的攻击之掌 那接下来乌妖走出来还是蛮开心的 毕竟有一个公爪在 这里步兵就升好了顶盾 顶盾直接起来 然后开始练这个分框了 练完之后 看看要不要舍尽求远啊 这里偷一个分框 王林选择练几 反正找了半天没找到对方 把自己坑直坑直练 家里的话 二本即将升好 蜘蛛马上也要出来第三个了 王林二本升好 然后跳三本 看看要不要一波毁灭 把人族给带走 还可以给我这里看看 打了一个贵族投环 找机会又绕了过来 这一局的话 圣骑是练级练的比较的偷 双线敲民兵 但这一切都被小师生看见严厉 那被小师生看见了 好民兵继续走 没有撤退 小步兵先把师生解决掉 这里双线练完之后 圣骑是应该是可以到三级了 三级之后就可以接下来 旅行自己图弄的一个侄子 各种骚扰 圣骑这边打了一个水晶球 DK这里练的比较的残 练的比较残 个是这么残血 你回家都不敢救啊 你回家过去 对方二级升官 可能就把你带走了 DK说 我有个大无敌 不怕 好我们看一下 人族双线 民兵一锹 练完这里的话 直接可以开分框 刚好在分框开分框的同时 圣骑是可以去骚扰一下亡灵 这个节奏RP就比较舒服了 EI战地图的话是没有飞艇的 所以说亡灵独口的话还行 亡灵独口还行 可以暂时保护一下 但人族也可以是吧 放个小动物钻进去 然后单船 好我们看一下 人族这里 练完之后 有个贵族投环 商店一造 先放他 这个框开的也是比较的谨慎 圣骑是照一下 看看对方 家里暂时没人 其实也在旁边练啊 你可以练完这一波的话 马上也要到三级了 圣骑士开始往里面钻 看能不能钻进去 钻不进去 这里边钻不进去的话 有点亏 因为没有带单船 好那靠步兵 稍微A一下 圣骑士补一下伤害 杀一个就赚一个 对方升三本的时候 死小尸生会非常的伤 果然一个圣光带走一个 英雄进不去 但是步兵的话可以挠一挠 另外这里的话 发现蜘蛛状态也不好 圣骑士说 我不是非要杀你的小尸生 杀你的蜘蛛也行 上来NC一下 圣骑士要跑了 这一波步兵能留几个过来 看一下现在暂时 留着带两个回去 亡灵被迫取消自己的三本 被迫取消要补一下小农民 这一波FQ节奏还是很不错 主要是骚扰到了对方 然后给自己的分框 争取了很多的一个时间 哎呀 这个贵族头魂 导致人族这个分框基地 放的有点靠外 贵族头魂拿到 这个时候枪垫直接造到了分框 分框慢聊一天 好的 这一波状态又补好了 圣骑士又可以去骚了 步兵的话升好顶盾 已经可以练大脸了 科技的话 人族终于开始升二本 家里再补一些他 圣骑士再练一个点 马上到四 四级之后意味着有二级的无敌 哇 这个续航能力更加持久 好 DK终于状态补好了 刚才的话 练剂练得非常的伤 家里的话有盒子 科技这边补好农民 要不要继续升三本 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王林的钱暂时不够 钱暂时不够 人族 把中间的这个DG上练一练 圣骑士马上到四级了 四级之后 买一个单船 买个隐身 又可以去搞事了 这里有没有去考虑 买个小动物跑过去 买个小动物 好不过直接单船进去 打了一个眼睛 要不要直接卖掉 现在格子的话有点不太够 分框建筑学造一造 铁匠铺 把这边的位置全部卡住 这里的话 也可以放一点什么房子之类的 好 王林又选择进攻了 这个时候王林呢 只有二本 暂时没有三本 人族步兵的话 往分框一躲 有塔战 这一波很舒服了 圣骑士 圣骑士 买了个隐身 又去骚扰 我们看一下 这里王林 不升三本了吗 直接二本干到底 王林有点生气了 好 王林还是选择开分框 这一波像强冲 那是二本的蜘蛛 没有毁灭 进攻能力没那么强 乌妖的话也没有球 这个铁匠铺 应该是起不来了 这方的话 分框说说 哎呦 这些塔 后面两根塔也要A掉 这边圣骑士 装了进去 可以的 可以在里面分框搞事了 王林踩不了资源 圣光又一个带走了 接下来王林怎么办呀 主框踩不了资源 分框的话 想拿下 好像难度有点大 这边盒子是多啊 但是但是 哎一把C台回来 好 蜘蛛一身雪 往后拉扯一下 现在没有三本毁灭 飘不起来 圣骑士 在对方家里真的是呼叫蛮惨 各种搞事 人足步兵 拖了非常多的时间 毕竟对方有力去 还是被对方顺利给解决掉 现在这两个塔 看能不能起来 圣骑士还是要回来 主持一架大局 只不过来 真的有点搞不动 现在人足二本生好 这里可以直接买了 买了这个法律药水 法律药水一磕 就可以一个人 开始防守这一波了 王林 虽然说 你将近有四十人口 但我一个圣骑士 照样可以防住 毁灭只是盒子 飘不起来 哎呦 这边DKDK 无敌直接一顶 接下来 无敌一顶 接下来怎么办 现在来拼的是 谁的无敌时间长 可以的 还是王林 王林怂了 王林怂了 赶紧交个TP 王林怂了 圣骑士又赢了呀 一个圣骑士 把对方四十人口 逼迫回家 不过现在王林 偷偷开了一个分框呀 KK好像暂时没有意识到 王林可以考虑 这里多造几个塔呀 不造塔的话 裸框 还是被圣骑士各种屠杀 好 这边我们看一下 KK 赶紧再把自己的雇佣兵练完 练完之后啊 圣骑士争取到五级 五级只要有三级圣光 三级圣光一到 感觉DK 看到圣骑士就要跑啊 好 把那个黄皮绿皮 电盾刚好啊 勾到电盾 练级效率有点高 我血量不讲的 非常难控制啊 赶紧往后拉走一下 圣骑士 看看这个五级的便捷 巫师能不能出个蓝牌啊 刚说蓝牌就来了 这是一个声控游戏 好 蓝牌一到 圣骑士到五级 那节奏完美了 那接下来 无线续航去图农啊 诶 王林现在手一下分框吗 练一下这个点 练完之后 有多的资源 可以把自己的一个堵起来 否则圣骑士后面 又可以一个人各种嚣张了 好 我们看一下 FQ家里的话 300马上升好 补玉电塔 王林回面一飘的话 塔不够很容易直接远线 现在FQ用默认 还是对方一个框 没有 没有觉得对方开了分框 王林现在终于开始升三本了 有眼睛一叉 这里步兵 过来这里偷偷链接 应该能发现对方开分框了 圣骑士过来一看 诶 对方把这个口给堵住了 暂时进不去 只能圣光 远程输出了 平安一下 对方的这个通灵塔 又一个圣光带走 这个距离还是够 又可以再杀一个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一看 哇 为什么这里有腐蚀之地 哇 原来对方偷了一个分框 FQ给我心中大惊 啊 在我这样如此如此 极具进攻性的压力下 对方开了一个分框 王林 给你点赞 那接下来 主框的小尸身 又被屠杀玩得差不多了 一发C 想把绿皮带走 绿皮赶紧冲 步兵 想把这个变尸身给解决一下 王林 看起来有双框在场 但是经济确实非常的战 DK终于是到了四级 DK也整了一个蓝牌 这里你敢修吗 你敢修一个圣光 又把你给带走了 这里杀小狗 他就觉得小狗青眼值高 这里人组三本升好 一二 两个车间 又要开始出飞机坦克了 看看王林 王林现在双框在手 赶紧把通灵塔全部造好升好 然后多出几辆角落车 车高一波 又是一个攻防战了 好 升级是 又把这边的小尸身全部解决 三本啊 升得非常的孤单 一个小尸身都没有 然后这个通灵塔马上A掉 A掉之后 这里又可以去里面搞射了 王林现在的话 没有三发英雄啊 没有 没有这个恐惧魔王 暂时不太好限制他 是要走 直接单纯就可以撤退了 小尸身在你眼皮底下修 怎么样 升级是输出来是有点高 哇 还是被打个破口了 这里还可以稍微撑一撑吗 还是直接撤 好 一个圣光 想把小尸身给带走 这边单纯回家 回一下状态 又可以去骚扰了 不过王林这个时候趁死 赶紧把分框给搞好 分框的塔升起来 人组我们看一下 车间车间 哇 四个车间 分框有没有在补 五个车间 五个车间出坦克飞机 这一局的话 玩的又有点花了啊 主框的塔有点多 分框塔也不少 这边攻防已经在提了 五级半的升级是 满状态 又可以去骚扰了啊 特意买了个火球 到时候你毁灭飘起来 我可以还打你几下 好 分框这边 一个红塔已经升好了 第二个塔马上也升好 王林现在要把所有的资源 投入到塔上 这没有塔的话 后面圣骑是骚了 还是坦克进攻都很猛 如果全部造塔 好像面对一百人口坦克 也撑不住 圣骑士突然发现 哎呦 还是分框比较好玩 分框没有封口 主框毒口还不好 冲 一个圣光 带走一个 一个圣光 王林大部队 过来防守一下 圣骑士现在 二级无敌时间有点长 哇 这就是水堆石出 慢慢磨 磨你这个塔 三级圣光一刀 这个DK的话 状态还是很不错 比较硬 一发C 一发N 看到对方大部队 有点多 先撤一步 哎哎 又过来杀个回马枪 DK呢 现在有光环 大部队的话 这个移动速度 还有状态恢复的比较快 那圣骑士还是决定 去分框搞一波了 坦克开始进攻了吗 一攻零防 这么快就进攻吗 没有逼坦克 坦克出几个就进攻 现在人组是68人口 王林的话是49人口 这里又开始杀这边的小狗了 哇 A两下一个圣光 三级圣光输出是真的巧啊 再加上有火球 有一个灼热的效果 这一局亡灵游戏体验有点差啊 三本身好 孔军魔王来了 我还是要出个孔军魔王来限制一下你 而且圣级是五级啊 孔军魔王一级 好像有点有心无力啊 好单传 这边坦克已经准备好了 在门口等 是吧 圣骑士我们看一下 这边一看 哎 赶紧跑坦克 人口方面 FKKO已经破到84了 哇 这个人口爆的太快 攻防还没有提好 这一局FKKO打的有点 速度有点快 没有去拖 按他以前的性格 是吧 可能就升到三攻三防 然后再出坦克爆 那这一局的话 他好像想直接进攻 这边五辆坦克 七辆坦克 七辆坦克随时进攻 我英雄进攻你分框 你敢守 我坦克进攻你主框 现在王林怎么办 到底是手分框还是手主框 圣骑士又赶鸭子一样 把对方的小尸身给赶跑 好 坦克分兵了 我主框分框都要去 先组框进攻一下 一攻一防的坦克 那边状态一捕 继续过来 哇 一个圣光带走一个尸身 圣骑士图脑 已经要图到六级了 哎呦 坦克硬拆 升级是升到了六 六级之后应该不会升大招 都是升三级无敌 三级圣光 王林加的小狗也拉出来 你手分框 主框怎么办 主框 这已经没钱修了 哎呦 王林这边的金币已经是零了 眼睁睁看着三本级的 直接被坦克给打掉 这心都碎了呀 这坦克的数量还在猛涨 关键有的坦克还没有工作 还在那里什么灌尖 照样拆掉 大部队守一下这个框盖子 哎呦 还有点难手 主框 出了一个角色车 出了太慢了 坦克 两攻一防 直接退平 直接退平 退平之后 分框好像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王林这一局的游戏体验有点差呀 好像没怎么杀到对方的英雄 节奏的话 一直被对方给掌控 框盖子 直接A掉 现在王林一分钱没有 一分钱没有 无量坦克 马上浩浩荡荡 要分到分块了 现在王林是卡人口 小射身都补不出来 幸好主框还是有一些小射身 分块没有小射身 那王林 我们看一下王林怎么办 升级式状态又补好了 又继续屠杀 这一局FQ 80多人口的坦克 你可以一个人慢慢摸 摸不太动啊 恐惧魔王好像这一局没怎么发挥啊 一技能是吧 你升的是税 你升的是税 对坦克好像没作用了呀 这里当着你的面 直接把这个基地给拆掉 哇 这一局FQQ 武车间爆坦克 实在是有点太残忍了 好 我们恭喜FQQ 那这一局的话 又是他标志性的打法 盛奇加坦克 打得王林 游戏体验 几乎为零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